音樂 嗨 大家早 我是光頭神童 那我現在位於的位置呢 是我們的大湖公園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來訓練 那這個訓練呢 主要就是會有 一千公尺的上坡跑 搭配一千公尺的下坡跑 那這個訓練呢 主要是出自於 我們日本的半馬紀錄保持的 星谷人美 他所做的一個訓練 那他在做這個訓練的時候 最主要就是 針對半馬的 整個在速度耐力的維持啊 以及乳酸預值的能力 所以配數上 大概會是抓 半馬配數的 大概五到十秒的 上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因為可能也會隨著 你的坡度的改變 那可能會增加減配數 那我們就是想說 用Google地圖 看了很多的地方 我目前覺得這邊應該是 最能夠維持我們的速度表現 因為如果你的坡度太抖的話 你的速度上 或是動作上 可能都會受到相對應的影響 所以我在想說 看看今天這條路線 適不適合做像 星谷人美這樣子 一千公尺的刻表 來分享給大家 而且今天我們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們要來實測 紐約馬拉松 Fusell SC Elite V3 這一雙鞋 鞋頭這邊有一個 紐約馬拉松的LOGO NUBEX新出的競速跑鞋 我們可以看看這雙跑起來的感覺 怎麼樣 等一下我們就正式開始 一一分享給大家 我們等一下見 訓練Go 這個是大湖公園的消防局啊 那我們剛剛實測了一下路線 然後要從這邊出發 他大約才會滿一公里 好我今天有邀請到我的訓練夥伴 我們定向越野國手 林冠宇 今天一起來沒有靈略 嘿嘿嘿 他可是代表國家參加過亞洲 以及世界主標賽定向越野 非常的厲害 也是我的高中同學 一千百公尺跑多少 四分零四耶 一千百公尺 不要開玩笑了 兩分多數喔 一千百公尺 別人 一千百公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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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